今日年初三尺口 傳統上中國人都不去拜年去拜神 五十田車公廟通宵開放給善信參拜 同事張建業現在就是車公廟 Marco早安 午早氣溫這麼冷 有沒有影響到善信去車公廟參拜呢 是的 阿欣 其實這裏的氣溫一直都徘徊在七八度左右 我們看到時間來到九點左右 接近八點半了 現在已經人流越來越多了 我們看到市民一人拿著一炷香 來到這裏上香球籤 亦都是買一個風車祈求轉個好運 來到車公廟 亦都不少得要轉車公廟裏面的風車 祈求今年可以走個大運 其實我們看到人流越來越多 相信稍後的時間接近中午的時候 人流就會達到高峰 我們看到現在人流開始是多了 但是秩序大致上都是良好的 我們這裏的報導是這麼多 先將時間交給新聞報 謝謝外面的同事 明年初二煙花會演 昨晚在維港上空舉行 煙花中特別設計老虎頭和金元寶等套案 警方說大約有21萬人在維港兩岸觀賞 鄭香航報道 煙花會演打頭陣的是阿拉伯數字八字 取他的鞋陰法的好意頭 第二幕裁員廣進 才有金元寶從天而降 還有賀虎年來臨的老虎頭 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老虎蘇勒 更加不少得吉字 就算當時亦都看得興奮 今年上海舉行細博會 煙花其中一幕就是喜迎細博 你看不看到代表細博的EXPO英文字母 還有蝦蝦少童來掛新年 看見小蝦蝦都很開心 有些老虎蘇 梅花 看得見 挺有趣的 謝謝 煙花會演歷時23分鐘 發放了2388枚煙花 製作費高達300多萬 亞洲電視記者在一站公開